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是死囚犯呀 只是见一面吗 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我还节欲不沉 这 我进去试试吧 不过我也不敢保证你能进去 那就拜托你了 不知王爷亲临跪线下官有失远迎还请输罪这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太客气了 过来坐吧 过来坐吗 下官为官亲临 只有这珍藏的白玉杯是下官身边一件值钱的物品 还请王爷不要拒绝啊 这么说黄大人是亲官 这是朝廷的福气 本王爷怎么能怪你呢 谢王爷 朝廷追讨欠税的事你办得怎么样 本官接到朝廷命了以后 常常不休不眠 彻夜地追查通州县逃税一案 现已理清头绪 正准备写奏着奏名上上呢 你办事倒是蛮勤快的嘛 谢王爷夸奖 我听说你们这里要兼斩两名在押的囚犯 其中有一位是通州寺的名厨 正是 正是 一个厨子 能犯什么样的重罪以至要问斩呢 王爷不知 这个厨子做斋饭太好吃了 所以大家都在抢着吃斋饭 弄死了人 弄出人命来了 那这个事倒是身为罕见 嗯 我想见见他 好 下官立刻停止行刑 快点提人 是是是 下官马上去吧 马上去吧 高升 查得怎么样 徽兵王爷 奴才暗中去他府上查了一遍 发现黄大人买了很多大宅 而且他还有几百亩私填 哼 口口声声地表白自己是清官 看来这个玉杯才是他们家最不值钱的东西 连经济之地都会贪官 更何况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去 继续查他敛财的证据 奴才明白 是 喂 走来走去搞什么鬼啊 坐下 哎 怎么突然又不杀了 管他 晚点死不好吗 那会留我们到什么时候呢 问我 我怎么知道 长满 有人找你 找我 你就是通缉寺的厨子长满 呃 我是啊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听说你做的摘菜玉满通舟 在下是闻名而来 我想给你一个机会出去做点摘菜 你去还是不去 去 我去啊 喂喂喂 你是不是疯了 要死的人呢 你还有心思给他们烧菜啊 有机会大欠身手我干嘛不去啊 那好 别忘了带你回来 好了 我会带回来给你的啊 走了 这位大哥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叫你上车就上车 讲这么个话干什么 我现在不说 难道见了爷洛王再说 上车 哦 漂亮漂亮 要养新鲜 要养漂亮 那当然了 这是我们仙太爷的厨房 哦 原来是仙太爷要吃我煮的摘菜啊 谁说仙太爷要吃你做这餐 相信 怎么样 这些材料没问题吧 漂亮 真的漂亮 那好 你就专心烧菜 大爷 请等等 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 我煮的摘菜是给谁吃的 我已说过是我家主人 哦 你家主人从哪来的呢 我家主人是北京来的贵客 今年贵庚啊 我家主人还不到四十 什么样的身材呢 你问这么多干嘛 好好烧菜 废话少说 哦 不是废话 我问清楚 要为他量身定做 什么 量身定做 你以为做衣服啊 这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不同的人 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体质 要吃不同的东西嘛 我家主人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那会不会蹲下去 站起来头昏 上厕所打冷战 吃补品流鼻血啊 你自己想嘛 哦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就是正常人 吃正常人 就吃正常的东西了 不是说好了吃摘菜的吗 王爷 你别急 就那厨子说 这是一只素羊腿 是吗 那怎么跟真的一模一样啊 王爷 您先尝尝看 好 王爷 怎么样 嗯 他真的是用香菇竹笋 跟素菜做的吗 味道从真的羊腿的味道 一样鲜美 难道他做的 和您的口味 嗯 这是什么骨类啊 从来没有吃过嘛 奴才可不懂 是那厨子吩咐 去通知四彩的 哦 哦 这位大哥 我炒了一整天的菜 脚都满了 可不可以让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你以为这是你家 叫你站就站 那我请问可不可以回去啊 别急着回牢房 跟我来 哦 你坐吧 谢谢 我有话要问你 你问 那道烤羊腿 我家主人十分满意 你是怎么做的 正合他的口味 请问你家主人是谁 我想当面跟他说 不必了 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你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人最爱吃的 就是味道浓烈的烤羊腿 你说你家主人长得不卑不瘦 他一定养生有道 保养得宜 尝尽山深海味 所以我就换点清淡的口味 让他试一下 他一定觉得很新鲜 不会错的 我家主人想知道 罗汉斋里两种不同 菇菌食和品种 为何外面不曾见过 外面当然买不到了 就算你想买也买不到 不过就快绝种了 怎么说 我头一落脚一伸 不就绝种了 是你种的 嗯 是我在通知市培植出来的鲍鱼菇 跟玉柱菇 什么 平底两种菇菌 只能煮出与中不同的罗汉斋 你家主人试过了 你可以问他啊 不用了 你可以走了 那我走了 哎呀 走了 走了 王爷 意下如何 看来 是找对人了 王爷您的意思是 给本王当下留人 卢泽明白 卢泽这就叫安排一切 这么好的厨子 拉出去砍头 岂不是太可惜了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啊 只叫我做摘菜 谁让你走 哇 这个人来头非同小可 连倩台也都进不了身呢 那到底是谁 隔着屏风我看不到 不过他好像很欣赏我做的菜哦 你真是笨死了 弄了半天 谁你都不知道 我说了我隔着屏风看不到啊 你没有搞错啊 你笨真是笨得可以 长白 你可以出来啊 又叫我做摘菜 我才刚刚回来啊 对呀 你们不能把他当免费 厨子使唤啊 谁说我们叫他去烧菜 你已经无罪释放了 什么 现在也说 你可以无罪释放了 煮菜就自己自自自自摇摇了 真是太好了 你没有没有搞错 放他不放我啊 屎风子回来回来回来 你不能扔掉我不管啊 这放我 那他呢 干什么啊 我不会留他在这里的 你这人真奇怪 你还去你那砍头大队你不要 还要留在这儿啊 不懂了吧 这才叫好兄弟 懂不懂啊 对呀 我们开玩笑 你咬我 简单是疯了 四胖子 你走外别提我啊 不行 我们是好兄弟啊 哎呀 叔你笨 你真是笨得可以啊 你出去才有机会借我吗 懂不懂 对呀 多亏你提醒我 走啦 催什么 我要换衣服 你真是幸运啊 是啊 好写的 真是好写的 你不是笨人 我家主人开恩之下 现在也敢不放人 你死罪一眠 你自由啦 请问大人的主人是哪一位 长满想亲自跟他道谢 你该谢的人是我 是我派人把你从牢里接受来的 那是当然了 对了 请问大人贵心大名 我是何乐慧 长满多谢何老爷救命之恩 好了好了 以后你听我的就是 为什么 你的死罪可免但有条件 你必须到京城去 到京城做什么 到京城我家主人府上当厨子 你赶快回去说一声 月底前 必须上路 月底这么快 你不愿意 愿意死 本来到京城当厨师 伺候京城贵人 是长满的愿望 这种机会求之不得 只是 只是什么 人家说救人一命 甚到七级浮屠 长满请何先生再帮我一个忙 你想救你的把兄弟熬拜 何先生果然料事如神 求何先生帮忙 你真不知好歹 要不你能做一首好摘菜 你以为今天你还能在这说话吗 就因为长满捡回这条命 所以不得不救我的兄弟 别得三尽迟 我真是迟心妄想啦 何仙 何仙 我是没事了 但是熬拜怎么办呢 这么大的阵容啊 不许开玩笑的 先坐下来瞧一瞧 何大人 这边请 阿布海是建瑞银统领 连他都对这个姓何的 恭恭敬敬 那这个姓何的 不是小人物 他的主人 更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哎呦 不得了哦 哎呦 想不到 我这把年纪了 却要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大少爷只是 只是暂时被关押 还没有做最后处决 你不要骗我了 阿满已经推出决了 想不到 我老了却无人送中 阿满回不来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您千万可别这么想啊 我没有看错吧 不是说七天才回门吗 娘我回来了 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啊 太太太太太 开心到晕倒 娘 娘 娘 阿满 你别怕 我还没死呢 你没有死 真的没死 是啊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大少爷不会死的 您就是不信 你不信你来摸 我有下巴 我不是鬼 来不要怕摸一下 是不是 娘老了受不起这种刺激 随时会被你吓死 娘你不要这么说 你会长命百岁的 为什么 这说来话长了 让我慢慢跟你说啊 还是让太太先休息吧 你的事明天再说 好 那以后再说 您休息啊 来 谢谢你常常照顾我娘 干嘛这么客气 真的煮斋饭就能救你一命啊 当然是真的 你以为我骗你啊 马叔 你快来了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死了 小微 别闹 你个小讨厌 长满 我听衙门里头的人说 你无罪释放就来看你了 是啊 刚才大少爷说呀 他煮斋饭给贵人吃 就冯秀化吉了 这么神奇 那你这是祖上积泽 祖先有灵 这么快就能够死里逃生 不是因为祖先有灵 是因为我有一身的好厨艺 对了 我还没告诉你们 我这次不但救了我自己 我还有机会到金城当厨师呢 金城 你是认真的吗 那个贵人请我到府里当厨子 月底就要报到 好啊 我也去 小微没你的事 怎么会这么快呢 那好啊 你欠我们的银子很快就可以还清了 你放心 只要赚到钱我一定还给你 不过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啊 就是救敖拜啊 我不能借死不救啊 那倒是应该的 应该的 那可不可以 什么 再借点银两 又借 我又不是向你借 好不好 没有 这是事态银两 对你救人就要这样 我认为你其实胖子 小人扣见统领大人 这小小意思不成记忆 望大人笑呢 这什么东西啊 又醉又辣的 好刺鼻的味道 这是我亲自腌制的泡菜 你在那边泡菜来 找我以后贵干呢 大人你这是贵人事忙啊 昨天我看到你去找何大人 我是何大人的好朋友 是吗 哦 原来您是何县的身边人哪 叔在下眼镯 来 快请上座 好啊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啊 在下是通缉寺的大叔常满 您是常满 您不是被判处死刑了吗 怎么 怎么还会跟何大人在一起呢 还好 还好金钟的贵人 及时赶来救我啊 大人 你不知道 你没听说啊 您是说 金钟的那边贵人 是为了您特提到了通州 都怪自己一时糊涂惹了一身影 幸好现在已经无罪释放了 这么说来 您和金钟那边贵人的关系 是非必寻常了 可以这么说 哎呀 早知道常师父跟那边贵人的关系 本徒领一定竭你全力 不会让您受半点牢语之灾的 既然都已经雨过天积了 大人也不要客气 我马上要上京去了 常师父要上京去 因为经理的贵人再三邀请我上京去嘛 真是盛情难缺啊 我月底就要启程了 恭喜恭喜啊 常师父很快就飞风腾打了 哎 不过我独善其身又有什么用呢 常师父到了京城 可要问本统多多美严呢 好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是吗 太好了 真是感激不尽啊 不知 不知事成之后 常师父要多少报酬啊 报酬 报酬我是没想过啊 不过我一个异地关在牢里面 这让我心烦意乱啊 哦 常师父说的是 熬拜 就是那个兔崽子 哎呀 真是头疼啊 把熬拜带出来 斩 是 你们搞错了 我不是熬拜 我是李大嘴 他是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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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拿出去掌握 把熬拜托出去 我不是熬拜啊 我是你大嘴 哎 我不是熬拜 我是你大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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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嘴 你可以走了 嗯 李大嘴 我 可以走了 熬拜已经拖出去处决了 现在爷说 李大嘴无敌失望 你可以走了 李大嘴 我 李大嘴 可以走了 叫你走 你走 赶快走吧 走走走 嘿 熬拜 长安 我没事了 我自由了 我知道 不然怎么来接你啊 你叫了我 你叫了我是不是 你这小子没有朋友 除了我还会有谁啊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少来 明天你就不记得了 怎么会的 我还记一辈子 希望 哎 对啊 我找到一份好拆事 什么好拆事 慢慢的在告诉你 哎 我这出来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记住什么 摆酒了 去 摆酒 摆什么酒啊 你哪有钱摆酒啊 我们刚从监狱里头出来 一定要冲冲起 不冲不吉利的 摆个一两桌 意思就好了 一两桌怎么见人 我营里有那么多兄弟呢 你还提那些兄弟 知道你要被砍头 急着把你家当全卖了 你瞎激动什么 欠债还钱的也应该的嘛 决定了没有啊 白酒请客 也要一个名堂才行啊 我都想好了 给你过生日 过生日是下个月 你那么笨啊 你不说谁知道啊 这样一来 我不断有吃有喝 还有鹤力可以收的 那请客的钱呢 哎呀 你这是笨的 不可就要借吗 借 要我向他们借 你别耍我了 上次他们死都不可以借 害我拿着泡菜 去见阿布海 阿布海干嘛 还不是为了救你啊 对了 那个阿布海他想收买我 不如去捞他一笔 行我活得不够久啊 再说了 收买你 顶个屁用 他以为我跟那个贵人 关心密切 要我帮他说起 调到金城嘛 哎 欺骗阿布海 那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刚从鬼门关 转了一圈回来 别再惹麻烦了啊 哇 原来你这么怕死啊 真没用 不要怕 这是互相利用 怕的话不可挂 问老天的意思 哟 还要赌 别赌了 你逢赌必输 那是你 那好 那我问你 刚才路过有几孩子在玩 别干了 四个 输死你啊 臭小子跑那么快 大大还别你一个 好不好吃啊 特地做的哦 好吃 对啊 待会儿啊 帮我拿给你娘 还有阿姨吃 满叔 不过您上去会被砍了头的吧 我又吃不着这些东西了 老天有眼嘛 怎么会让好人死呢 哎 小薇啊 你说 我疼不疼你 疼啊 满叔最疼我了 现在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可不可以啊 哦 满叔做点准给我吃 是有企图的 你不要这么说 大家互惠互利嘛 行 你说吧 是这样的 我想给你娘啊 又要借钱了 小声点 不要大声嚷嚷 谁不知道 满叔 也是我们前面的常客啊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啊 我阿姨说了 我反正您点钱 都得时间先问我她 那不就没机会了 满叔 您怕我阿姨 哇 除了借口那只狗我不怕之外 认识她的 谁不怕她 你知 你先去找我娘 搞不好她知道就行了 你娘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啊 我娘就在那儿了 还有会儿 快还有会儿慢走 没办法 你又做点心跟小薇吃了 我娘最近胃口也不好 做点核桃酥 顺便多做一点大家吃嘛 满叔有话跟娘说 没有 也不是等着你来救命啊 不过是有点急了 娘 满叔想借钱 又要借呀 傲拜说的 我们甭兄话机 摆几桌酒席 冲冲洗 你们两个简直就是难兄难弟 你明明没有钱 你还要摆酒请客 冲洗 不做也无所谓了 不过想顺便庆祝一下 我三十六岁生日 你妈妈病得都没有钱质 你还庆祝什么呀 你简直就是打肿脸冲胖子 我够胖了 还需要打肿脸冲胖子吗 那这件事情要是让新月知道了 我 我怎么交代得过去啊 这太离谱了 怎么连饭都不煮啊 我们以为你死了 所以没有心情吃饭嘛 臭小子 真的那么想我啊 来 吃把面 这没以前热闹 自从这闹出九文龙事件 没人煮了摘菜 香客就少来了 那你们怎么生存呢 没有香油钱 但我们思雨 简直是祝日如年 这么惨啊 这么惨啊 不说还说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要下山去化园了 阿弥陀佛 祝此大师 长满 你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还好有佛祖保佑 你回来还继续帮我们煮摘菜 现在身份可是不同了 因为京中有位贵人想请我去帮他做大厨 哦 是这样 这是好事啊 长满 你要上京去了 是啊 我特地回来辞行的 另外 另外 另外呢 另外啊 何向大师养为这半个月的工钱 大师我顺便问一下 千万别介意啊 长满 你怎么忘了 你先支走了这月的工钱 你抓走以后 这半个月一天工没上 现在你怎么找我来讨工钱 是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大师 你没有记错 不要骗我 你让你糊涂啊 大师 对不起啊 这个长满刚放出来 上京人不还需要盘着吗 是啊 大师慈悲为怀 多少你借我一点 等我赚了钱 我一定先还给你 长满 你二十岁边进的寺来 跟苦瓜禅师学煮摘菜 一干就是十来年 是苦瓜禅师一手栽培了你 你是在通缉寺里成的名啊 可是大师话反过来说 我也让通缉寺成名 大家相互相臣嘛 不管你怎么说 香油浅是不会借给你应急的 大师 我不是山穷水静 我也不会来求你 你念一下旧情好不好 不是贫僧不想帮你们 刚才你们也听了吴念 说了庙里的情况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哦 既然没办法那就算了 大师 我可不可以取回 我培养的那些草菇啊 那 就请自便了 吴念 帮帮忙 哦 李一说要钱 和尚跟普通人一样 你不怕被大师听到 哎呀 我就是要说给他听 哎呀 你说这么大声啊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这小小蘑菇叫了你一命 你别小看他们啊 这是我师父苦瓜大师教我栽种的 他人呢 他云游四海去了 哼 要是被他知道通缉词变成这样 他老人家一定很伤心的 哎 长门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长门 你到京城我往后再见不到你 会挂念你的 放心 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的嘛 你啊 是挂念他的斋菜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们主持人也是要利用长门 让他引来更多的人吃斋 然后你们就向前可收了 是不是 我没有这么想 他又没说你 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 因为我说的没错啊 你没听刚才主持人说啊 哎呀 长门啊 你是不是回来跟我们主摘的呀 哎 对了 吴妮啊 我们要摆几桌酒席庆祝一下 你要不要来啊 我 我怎么能去呢 哎 可以 你过来 我给你上完课啊 你说这和尚有什么好当的 吃没吃的 玩没玩的 哎 你又想赌一把都不行 这我再跟你说啊 这通缉词眼看就撑不下去了 你这么小 还不如还俗 跟我在一块儿 我抱你天天大鱼大肉 吃个没玩怎么样 住口 你以为初家是闹着玩的 你以为我同体寺今非昔比 你连我的小徒弟也想骗走 诸子大师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敖拜 他是说着玩的 是啊 师父 徒儿怎么能还俗呢 对啊 再说了 这初家人四大皆空 怎么会那么大脾气呢 你还说你是想气死大师啊 走 不知阁下想借多少 一千两 一千两 一千两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听说这通州城里 只有江家钱庄借款是最爽快 你可知道本钱庄有三不借的条例 我知道 既然如此 阁下不是通州人士身份不明 不借 等等 在下准备了一样东西做抵押 您先看看 一只普通的鼻烟壶你要压一千两 未免有点师资大开口了吧 抱歉 本钱庄不能将这笔银两借给你 慢着 好像在哪儿见过阁下 在下是从京城来的 京商路过此地 我现在手上有点急用 所以想向贵宝号商借一千两 他想拿这个鼻烟壶做抵押 这是白玉鼻烟壶 这可是大内的珍品 那我是不是可以以此作底啊 商借一千两 你拿主意吧 好 我们借你 不过钱庄暂时没有这么多的银两 阁下可不可以两个师生后再回来拿 这鼻烟壶就暂时搁在这儿 不知阁下是否愿意 再下信得过你们 两个师生之后我过来拿钱 告辞 这只鼻烟壶真的值一千两啊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鼻烟壶不止值一千两呢 真的 我没骗您吧 这真的是好货 真的 真的是明朝宫中的贡品啊 现在言您真是货 嗯 我看这一千两买下 不吃亏 不是卖是抵押 我们钱庄自然会收他利息 如果他连本利一起还的话 自然少不了您的好处 如果他不还钱呢 那这鼻烟壶就是您的了 不过老规矩 你多少得给我们钱庄一点好处 更何况这鼻烟壶可不止一千两呢 一千两 没有问题 不过啊 这白玉烟壶要先留在本关这玩两天啊 那到时候人家要来赎怎么办呢 哎 你怎么连本关都不信任了呢 他怎么能这么快来赎货呢 你又紧张什么 凭我们姐妹跟县太爷这么多年的关系 怎么可能信不过您呢 哎 这就对了 况且本关还有那么多的钱 放在你们钱庄 难道这一个小小的白玉烟壶 就不能放在本关这玩两天吗 好 就这么说定 这鼻烟壶就先放在您这儿 这鼻烟壶就没了 高爷可知道这钱庄的规矩 在下知道 二十分利钱先还 走了 有什么话 去去去去 去跟我小姐 跟大小姐说 大小姐 您这个是一千两 这可是比大数目 利钱是二百两 你可要考虑清楚 谢谢二小姐的提起 在下要不是 急等着钱用 我也不会来找你 别别别 别那个狂欢 来骗他们钱庄 不会不会 不敢 大小姐 您再通融通融 好不好 等我们上京城找了上进 马上回来还钱 对对 马上回来还钱 太太 您喝药吧 来啊 江霞 真难为你了 要不是你照顾我 看到你 就想起你小时候 和长蛮一起玩的样子 像在眼前似的 江霞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了吗 江霞 您看 大少爷跟小薇玩得 多开心呢 他年龄也不小了 还一事无成 看他有肥有笨的样子 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大少爷挺好的 比我那死去的丈夫好多了 他人好善良 又有童心 又孝顺您 只是他的运气不好 亏你还帮他讲话 自打长家和江家 身份调过了以后 就只有你最看得起他 太太 您别这么说 你还年轻 总要为自己 找个好的归宿 我是一个寡妇 又童心 那个你最患的 那是谁 我怎么这么说 你很想伤口 我怎么听 他不过去 他都不想伤口 他不想伤口 他都不想伤口 他不想伤口 我一直不想伤口 你怎么伤口 他不应该 他不想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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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很明白 你说清楚 你已经付了私针 就不要付另外一个女人了 如果我有本事 江霞就不会嫁给别人了 江霞出嫁的时候 娘知道你心里有多酸 好了 娘 不要再说了 我要出去了 你等一下 娘要你记住 娘现在跟你说的话 你快说 我会听你的 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江霞和小薇 千万不要对不起江家 好 没问题 我就照您说的 再见 老板 我们全都包了 你兄弟来不来啊 你放心啦 有的是有的喝 他们一定会来的 二位客官 饭菜都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上菜啊 急什么 没看这客人都没到的嘛 对不起 对不起 都什么时辰了 连个人也都没见到 放心 你看 我说什么 来了吧 我这兄弟一定会来的 来来来来 哎呀 好了 兄弟 好了 兄弟 坐坐坐坐坐 哎呀 哎 怎么叫你咱俩其他兄弟了 他们都不来了 为什么 老板 不是他们说你 你既然有钱请大家伙吃饭 你干嘛不把欠哥几个的赌债给还了呢 哎呀 我请你们吃饭跟欠债了两回事嘛 对不对 喊你们讲义气啊 哎 你们评评理 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兄弟们当然不敢逼你还钱 哎 不过现在你既然有钱了 怎么也该还点 是啊 他们是不敢亲着这酒席 吃完了 怕这账你不还了 哎 我熬半是这样的人吗 哎 你们说我是这样的人吗 老大哥 这酒我们也不吃了 兄弟们意思 你把酒给撤了 还我们钱 实际一点不好吗 是啊 哎哎哎哎 不如这样 大家先坐下来 一边吃一边谈 好 长满 我今儿给你个面子 咱们先吃吃喝喝 完了事 还正 上菜 哎 你的计划行不通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能成对 哎呦 二位客官 你们包了整个饭馆 就来了三个人就上菜 哎呀 我没有办法 你听着啊 你听着啊 今晚开一桌 明晚开一桌 没晚开一桌 不就得了吗 对 哎呦 这怎么行啊 我这饭菜都做好了 等到明天不行不行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什么意思 哎呦 只要您给了钱 什么都好说 哦 那你意思啊 我要不给钱 什么都不好说 我还告诉你 今天就不给你钱 哎 有话慢慢说 不要那么野蛮 酒席好热闹 我们是西月 你来了 西月 你来了 你娘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边请吃饭 不会吧 哎 长马安 你这么走了 我这怎么办呢 哎呀 赵就算我的了 对 就这样啊 好 好 好 西月 来 长马安 你走快点行不行 我们不是在散步啊 不急 不急 怎么不急 长妈妈都已经病了 真的吗 那快点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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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嫂住在這 你娘打你了 我娘說你娘死了 你不要耍我 我給你自己進去吧 大少爺 太太去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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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滿會再見您最後一面 長滿不孝 姐 我娘臨終之前有什麼交代 她說希望你從現在開始好好做人 不要再去讀 也不要再惹事生非 還有什麼 還有 拜託你快點說 滿說 長老婆說你對我娘好 她希望你能和我娘成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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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找你的話做的人